方便的,讓你可以跟人互動 還有溝通、互動交流 它是一個,就跟名字一樣 它是一個中文的注意輸入法 稍後會跟大家一一展示 我們在這個 這次比賽所做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新功能 首先看到,這是我們輸入法的介面 首先先從文字輸入的部分 因為一般我們在手機上 總是會碰到很多不方便 不管是介面啊,或是按鍵上 那我們在 比如說輸入速度的部分 那我們在中文 如果說你已經曾經輸入過 很長的字,比如說我這邊舉的例子是 比如說你曾經打過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那 下一次,如果你已經曾經打過這些詞 那下一次你只要打 這個句子的前三個字,比如說那些年 那些年的 每個字的第一個注音 您就可以選到這個詞 那當然,如果你是一個字一個字 這樣慢慢打的話 我們也是會有自動學習功能 但是這邊因為時間關係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再去三星的SCD下載 另外像英文書的部分 我們跟其他英文書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說我們用的是 影片不用按照它本來單字的字母順序 然後照順序發卡 比如說像現在那個 快要上映的電情靈鋼 那你可以打的是 比如說 E F M S 然後這樣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打的是這個單字其中一個步 其中就是 跳過中間一些順序 然後這樣子在你們的單字 可能記得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然後也可以直接打出來 而且也可以 也是加快你們的速度 好 然後再來是 就是現在就是網路上大家 就是都 鄉民都很喜歡自稱母舌 那所以我們這個 就是鄉的這個iPhone 然後裡面有收入的客戶就是 聽得最愛 聽得最愛 那這邊總共有40幾個 那我們也會 持續再更新 那如果你覺得這些還不夠的話 那其實你也可以在自己制定 你自己常用的一些就是句子 或是email 那有時候大家在開會的時候 不方便打字 那透過這個方式可以 用很快的方式就可以輕鬆的回覆 然後另外就是有的時候 總是 你用鍵盤打字的時候 還是會不方便 比如說你在走路的時候 像現在大家都不亂 但是你走路的時候 都想要 就是回應 那要怎麼辦呢 然後就是像我自己 會用語音輸入的方式 那那我們在這個版本 就是X的特別版本 然後我們又進一步 就增加說語音輸入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就是 搖動一下手機 就直接做語音輸入 那因為這邊是15頭頂機 所以我這邊 就是等一下 就拿起來先搖動 今天大家 大家的APP 都很厲害 然後 就 這邊王王 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 這邊就可以直接 做一個語音輸入 這邊是連結Google 所以它必須要有輪廣 但是我們進一步改善它 就是輸入的一些效率 然後另外我們最近也在做一個版本 是它辨識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直接再搖動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輸出你剛剛辨識出來的話 等於說整個輸入過程 你可以不用用到按鍵 然後再來就是針對三星的各種 device 像我現在demo的它是三星手機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用三星的像是手錶 或者是螢幕比較小的按鍵 然後我們可以把介面切換成 我們稱為是12P模式 它可以在很小的螢幕上 也可以方便使用 那如果說你是把iQQi這個版本 裝到電視Smart TV的話 它也可以就是直接用遙控器的三卡左右 在上面做移動 那不管是原本這個標準模式 或者是12P都可以用遙控器 那甚至你可以用遙控器上的那個 數字鍵 比如說123456789 它就直接對應到這上面的線按鍵 就比如說你按D的話 它就可以在這上面做任何切換 所以你在電視上也可以很方便的輸入 所以以上是 其實輸入法是我們每天必須要用的工具 所以我們在這個版本也提供了 就是你可以自己換鍵盤的一些樣式 可以用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用我們一些做好的一些 沒有出片 我們說 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 就是但是這邊有點看很清楚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Speed 那希望大家喜歡 那稍微可以 希望跟大家一起交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